唐朝诗人张继的《风桥叶博》将《孤苏城》这三个字深深地写入了人们的心中 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候 诗中的一桥一水一四一城 非常具体地描绘出了古苏州以及古运河边的风光 让诗人博传他乡的情景非常生动地浮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 虽然是霜满天的诗节夜半钟声道客传 但是站在这运河边看着这古老的风桥 仍然能够带我们瞬间穿越回千年之前的时光 想象一下当年诗人沿着大运河来到这里 江风与火对筹棉的思绪万千 古时候顺着大运河乘船来到苏州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从风桥出发走进苏州 天刚凉我们就来到了风桥 此时的风桥非常安静 只有桥西金航大运河上航行的船只 不时从我们身边经过 风桥位于金航大运河与上航河交汇处 距离苏州西北城门昌门只有不到四公里 昔日南来北往的船只 从大运河拐进上航河之后 再往东15分钟就可以到达苏州城 这里就是诗人张继的他的雕像是吧 我看这个雕像的面部表情还是紧闭着双眼 满面愁容若有所思的 他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跟我们讲一下 正好暗示之乱以后 他就到江南来 躲避暗示之乱 因为以前路上都是乘船的 那么甚至运河就到了这里 到了这里基本上就像一个站点一样的 一般的就是在这里休息了 因为学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还在小学 当时对诗的理解非常的浅显 当我又来到这个地方再听这首诗的时候 我最开始觉得很美嘛 写得很美 但其实是表达他的非常惆怅的一种心情 惆怅的心情 这个是肯定的 游乐屋起刷满天 这个时间段很清静 很宁静 江峰与火 这样就表达了他心情 他是很宁静 因为暗示之乱 很惆怅 横跨于上唐河上的风桥 始建于什么朝代已无法靠征 唐朝时 风桥就已是水路要冲 尤其在安市之乱以后 唐朝的境界中心逐渐由北方转移到江南地区 使得苏州的经济地位更加凸显 现存的风桥为清同治六年 公元1867年重建 一走到风桥上 我们就看到了非常清晰整齐的车折印 这个是方便车辆来往的 两条很清楚的这个车折印 其实它这个车折印还是挺深的 挺深的 大概有五厘米左右的这个深度 起码要有这个 所以您说它是专门凿的 专门凿的 不是经年累月的这样磨出来的 如果自然来的 那么这边应该有 为什么只有这边有 肯定是举功给他们一边 因为它很整齐 很整齐 两条道 那我很想知道林老师 在过去这座 宫苏城外的风桥很重要吗 要经常过货车 非常重要 它是在我们苏州城西北面 最重要的一座桥 它下面的通营船 就是运河里很多船 但在上面还有人运动货 所以南来北望 东西南北多 就总在这里 地处太湖平原的苏州 因为农业和丝织业的发达 加上大运河带来的草运便利 一直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商贸城市 古人用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来形容这里的富庶与美丽 用苏胡鼠天下族 来彰显这里的重要 风桥 还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米豆集散地 我们苏州人好像有这么一句说话 就叫有只豆米钱 打听风桥价 打听风桥是这个价格 就得来这儿问 这里价格是多少 城里面肯定是多少 这是一个交易中心 交易中心 我的概念中 这个江南肯定种水稻 出产大米 大豆好像北方种植得多一些 可能南北在这里交流 也就是北方大豆 顺着运河 运到这里到运河 来到苏州的风桥 我们这里的米就是运到北方 那么就在这边交易 风桥犹如一弯新月 横跨在风江之上 不远处就是运河新航道 河道上船只往来不断 苏南运河担负着苏州 近一半的货运量 我们现在站在桥边 看身后的运河就很清楚了 离我们很近的 应该说是古运河了 再往远处 现在还在过船的是比较宽的 现在的运河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把运河 往那边迁一点 因为新中国以后 我们的船运还是很繁忙 但是船又大了 以前都是摸船 后来就人机船 现在都是大的拖船 那么这个原来的运河的宽度 已经不适应了 二一个就是说 离开城市要远一点 不影响 1955年开始往那边拖宽 那么到90年代初 又再一次拖宽 整个那边的运河底 宽要30到40米 过去沿着运河 由北方过来的船只 经过风桥 在向东进入昌门 才算进入了沽苏城 离开风桥 林老师带用我们乘车 前往昌门 一路上上唐河相伴而行 上唐河正是风桥 通向昌门外 环城运河的水道 确实啊苏州虽然是一个经济 非常发达的城市 但是随处都能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很古朴的气息 我们现在是在沿着这个大运河 在前往昌门 一路这个周边的景色还是很好的 过去肯定是城内交通 要靠运河的 对对对 都是水路交通 现在您觉得在苏州这个城市内的生活 交通方便吗 现在交通也方便的 现在就是公交 公交线路现在也相当多 还有地铁 地铁模型规划是一共八条 现在正常运行的是四条 我们沿着风桥路一路往东 只用了十几分钟 就来到苏州城西北城门昌门 公元前514年 吴王河旅命吴子虚 主持建设河旅城 共设水路城门各八个 外有护城河包围 内有水道相连 水门沟通内外河流 旧时从风桥走水路 沿着运河经过昌门 就可以到达孤苏城 苏州古城共有八座城门 其中昌门最为有名 一位叫做金昌门 这就到了是吧 这就是昌门 就昌门的 现在看仍然昌门还是车来车往 很忙的 仍然是苏州比较重要的一条街道 所以我们就站在这个街道旁边的马路边 先欣赏一下这个昌门吧 说实话看到这个门挺漂亮的 林老师 是吧 因为这个那边爬了很多 这个鲜艳的绿色的藤蔓 再配合着这个青砖 下面那种淡黄色的石条 有一些沧桑感了 沧桑感也蛮雄伟 昌门附近有古运河 山塘河 上塘河等五条河流再次交汇 造就了这里的风华 春秋时期 苏州古称吴 是吴国的都城 因为面对楚国的方向 这里是吴军法楚的出发地和凯旋地 所以这座门也被叫做破楚门 现在的昌门是20世纪90年代 恢复建设而成的 从春秋时代 吴国建立都城 至今2500多年 苏州城的位置基本没变 依然保留了唐宋时期形成的格局 这就算进古苏城了 是吧 我们就站在城内了 没有太那种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房子都是两三层的 刷的白墙很漂亮 这条街叫什么名字 这条街现在叫西宗寺 这个现在目前流程的是民国建筑 民国的时候这里金融也很繁荣 我们好多钱账都在这条街上 虽然如今的昌门是恢复后的建筑 站在城门脚下 依然能感受到它的气势 苏州历来偏种东南部的发展 到了明代 大运河的重新书军使得位于苏州西部 临近运河的昌门 由四股芒无人的郊野之地 变成大城灯火千家市 吉姆翻墙万里船的商贸中心 林老师给我们带了这样一本 孤苏繁华图 让我们站在孤苏城内来感受一下 过去这里的繁华 林老师能不能在看这个图之前 先解答我心中的一个疑惑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金航大运河边 或者就算是江南运河周围 就有很多古时候的大城市 北面有扬州 南面有临近的杭州 那孤苏城在过去属于这样大城市当中的 怎样的一个位置呢 孤苏从它的建成到现在 它始终是有它的优势 因为它的历史最悠久 因为有了内城河和外面的盘城河 2500年它的地质没有变 中国这样的城市是少见的 它发展到宋代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个谚语 就是上有天堂 下有树航 这个是在元代的一个人的职力点 点到了 那它当时的经济能排在中国的前几位 它的经济是排在中国的第一位 尤其在明清的时候 苏州的上的岁是全国最高的 清代宫廷画家徐扬历时24年 于1759年完成的这幅《郭苏防滑图》 并表现了当时昌门到封桥 万商云起的盛况 打开这个画卷 我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繁华 全都是围绕着运河的 所有的土里都是水 昌门城位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在城墙的这个脚下 就站在这个古苏城内了 昌门外面有一座桥 这个桥的两边修了两条廊道 廊道内还在做生意 而且这个桥上可以说是 人山人海非常的拥挤 说实话过去这个昌门 前后出现的人流 我觉得不亚于今天 我们现在走过一条街道 更加的热闹 更加的繁忙 我们造的这么好的房子 这么好的城墙 所以在明代的永乐年间 叫我们苏州的工匠 到北京去建造故宫 北墙以他为首 他又带了一帮人 所以把我们故宫建造得这么好 三大殿 就是处于我们苏州将人的手里 当年修建故宫的这些工人 是从江南 从苏州 顺着运河到达了北京 通过运河送到运到北京 京杭大运河连通南北 富庶的江南通过运河 向京城源源不断地输出 草粮 丝绸 以及能工巧匠 而京杭大运河作为交通大动脉 也进一步促进了苏州的繁荣 明清时期 昌门一带 一直是重要的商业集散地 路上车马 水上船只 大都在昌门停留 昌门称得苏州城最热闹的地方 这才刚走进昌门 我们就听到了很多 关于孤苏城繁华的故事 而且这些故事似乎听起来 都和运河有关 其实在苏州2500多年 漫长的发展当中 留下了太多有趣的故事 灿烂的文化 悠久的历史 这些都吸引着我们 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苏州 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 更加地期待 这些故事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